譬如說,家裡的後花園就鼓勵居民去種果樹 然後透過果樹結果就鼓勵居民來辦分析 然後讓大家來分享這些東西 就是讓這個可食用的東西是你自己親手就可以產生了 然後這些可食用的這個空間也變成一個交流的空間 讓大家對這裡能夠去分享一些 你在生活中運用自己的技能去達成你生活需求 去滿足你自己的需求的這些經驗 那這是一個轉型運動的起點 那現在就是在英國啊 不管是英格蘭或是蘇蘭還是其他的地方 還有就是在歐洲一些國家 可以看到已經他們有形成一個轉型城鎮運動的網路 然後就是每個城鎮裡面如果有人響應這樣的一個理念呢 去組織類似的活動發行社區貨幣啊 然後做一些有點像服門農業的東西 然後做屋頂花園或是後花菜園 那個家裡的菜園自己的菜園這些 就是可以加入這個聯盟 然後透過這個聯盟去分享一些推動運動的資源 知識還有就是經驗 那這是一個很好玩的例子 這也是在英國遇到的 他本來是賽車手 這是一個算是美齡嘛 他本來是一個賽車手 那他是很厲害的賽車手 是他的成績身體 然後他收入也很高 那他本來是 就是說都跟上流階級 生活在一起 可能 誒 那個禮拜五到了就包一排 就搭某個上流階級的那個 那個不好的私人跟設計 就到一個紅個小道去錄球 然後狂歡兩三天以後再回來之類的 那這種生活他過了一陣子的時候 是某一次他賽車出了一彎 然後就身體有受傷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去洗 他的人生就開始衝了 他就想說他不要再過重生了 那他在那個倫敦附近的城市 他就組了一個 這個 這個 你看 對 對 對 專化於天堡 對 有趣生活中心 就是他想要推動更有趣的生活 他也是受那個轉型的影響 還有就是 另外一半他也回想到說 以前他在家裡面 他媽媽 他們家是就是有傳統的那種 英國的工廠 然後他媽媽就是 會做一些木工 然後家裡有一些東西都可以自己動 他就 在受傷復原的那階段就回想到這些生活 然後就覺得 很想要回到這樣的生活 然後他就 就放棄了賽車手這個職業 然後就自己處一個有趣什麼東西 那他就是在這個中心裡面 他叫磚塊與麵包 一方面 磚塊就是代表說 一些 建材 建材 就是你 某些東西你要會手做 然後麵包就說 這個東西也可以滿足你自己 那他在裡面就在這中心裡面就是 開翻手 可能就是 自己做木工 做一些手工藝 然後另外他也做一些資訊 就是因為他有一些上流 有社會交流的這個經驗 有認識一些比較 算是比較 能夠 就是 譬如說 如果社區裡面其他的 有人家想要在家裡的屋頂 裝太陽的板 然後可能他會遇到一些法令的問題 遇到一些怎麼生情的問題 然後他就利用他的資源 人脈資源去想辦法 找出 這個問題要怎麼接 然後建立一套系統 就是透過 服務 一個一個案例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居民有那個需求 然後他去幫他 提供他一些解決他需求的一些意見 然後他就自己發展出一些 固定的服務模式 幫別人申請 在家 在無頂要裝太陽的板 要怎麼辦 然後你 然後做比較環保的裝修 做類似這些服務 那他 現在還在做 這是 英國看到的 這是同一個女人 女孩子嗎 對啊 對啊 但是原來那個比較好 這是 海報 這個 這是海報 好像不是同一個人 而且這是專業攝影拍的海報 這是不專業公民記者 哈哈 哈哈 唉唷 你罵你公 沒有 是我拍的 不是 沒有化妝而已 哈哈 有化妝 那 後來我 我2010去英國 後來我同事 又去 11年又去 也是都看一些轉型成績 那大 底上就是說 都是 剛 我剛講的那些原則 就是說 響應 就是說 響應說 我們要度過經濟跟氣候雙重的衝擊 就是要 勢必要做一些轉型 能夠有更好的恢復力 然後他們也有一些 做一些訪問 譬如說 一些立法 立法人員的意見 也支持這樣的理念 還有像 經濟學的 經濟學的學者 怎麼看待這樣的理由 怎麼看待綠色經濟 怎麼看待我們的轉型 這些東西他們有做轉型 那當然 大體上 就是說 我們可以講說 這樣的一個轉型 是一個綠色經濟的方向 而且是 就是說他 不是 不用政府去提很大的計畫 就是我們社區 小心的就可以自己做 只要我們 只要我們會 然後結合社區裡面 就是 有志力投入 就可以做 那如果說 我們發現我們缺什麼 他們就透過轉型 成正這個運動的網路 去交換經驗 可能就是說 欸 有經驗的人 來到社區裡面 做演講 做分享 像這樣的一個 課程 不是工作嗎 讓大家做一些想像 有一些方式 那 這是他們 組成網路的合用 那 大家可以詳細 大家可以再去看 那個 紅世人報 就找 英國的轉型成正 就可以 類似 那另外就是說 當然其他國家也有 像有些就是在座綠色經濟人 就直接把他的這個模型做成社會企業 像 某一篇 我先跳一下 像 今年跟 陳樹菊一起得 麥格塞塞獎 某一個 這個 印尼人 忘了 沒有點忘 他就是做社會企業 那 他 他在印尼就是說 他看到有些社區居民 他們傳統的生活方式就是用 就是在森林裡面 取森林的木材 來賣 然後當然也 森林裡面的獵物 打來賣出去等等 但是 是傳統的生活方式 在過去的時代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代 面對外來的消費的壓力 他們就會 開始過度的去採集 然後所以 那這個 麥格塞爾獎得主 這個 這個男生 他看到之後 他就 去想說 怎麼樣去做一些 勇序的方法 那本來在印尼 就有很多社團 跟我們在做一些 勇序林業的研發 像 FSC認證 這樣一個 東西就是 勇序森林認證 那當然他 也是做類似的事情 那就是 想辦法讓 居民就是意識到說 你要 你除了 利用森林資源之外 你也要 去研究說 什麼樣的利用方式 利用的限度在哪裡 你這個森林 這個生態 才有辦法 生生不死 那 他最後 就把這樣一個 運作的模式 變成一個 企業的運作 是利用商業的方式 來做 那 只是說他做的是社會企業 那社會企業跟一般 那種股份有限公司 那種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 那股份有限公司 一般的營利行職的企業 他的營收 他的經營者要對股東負責 所以他營收都要回歸到 那股東身上 他的責任是要幫股東證取 最大的獲利 那社會企業就是說 那些公益目的的權益關係 就是他的股東 那他的 他的貨運呢 就是要回歸到我們的公益 他設立的這個公益目的上 就像心頭的可能 就是一個社會制度 那所以 但他們做的運作的話 是用商業的模式 就是想辦法自己自己 只是說利潤是在公益 而且於社會跟商業之間 他也說好高啊 對 就是商業模式還是要做 比如說他社區林業的產品 他也是 他的木材也要做好的 他要做 比如說 要擺脫那個低價 低價的那個採購的那個壓 那個狀況 他可能也要做一些形象的行銷啊等等 就是說本來就是 社會企業本來就不排斥那些商業模式 他就是主張用商業模式 來達成公益的目標 所以這個 麥格塞梁德主 他是在印尼一些社區做這樣的模式 那 這個 我去菲律賓的一場演講裡面認識的 一個年輕人 他才23歲 他就創了一個綠色企業 這個 那你看他在做簡報 這個 他後面那個圖就是 布袋臉 布袋臉你知道是那個嗎 有什麼不好的嗎 他其實他就是他是外來種 他說他在不只是在台灣 就是在國地方都是過度氾濫 然後都會阻塞河口 阻塞水道 然後或者說一些 需要比較彩洋洋高的水 之後就 會被他遮蔽 然後 生存空間就稍微 就是影響生態很大 那這個 女孩子呢 他就 想辦法去想說 那 布袋臉都沒有人要 要怎麼辦 他就想辦法利用布袋臉去研發 東西 然後把這個東西拿來賣 他就研發出 布袋臉做的一些精品 你看他的 這是他的產品 就是筆記 那這個東西都是布袋臉的葉子 纖維做的 然後這個 那他走進筆路線 沒有上他的臉書 可以上我的臉書看 就是 我會覺得很奇妙 我跟他沒有太多那個 太多那個討論的機會 因為我只有去那個馬里達一天 就是那邊的團體請我去分享 然後他還跟我在旁一場做對話 然後分享他 然後我講台灣 那那個 講完之後他 因為本來他是神意上的老闆 就是很棒 他就馬上就要離開 但他有留一些資料 然後在網站上 在那個 菲律賓的媒體也有一些 訪問的影片 就是透過這樣有認識到 他真的很年輕 然後他做這個東西 他就是刻意去走那個高價的精品路線 想說 讓那個就是有布袋臉 那些微幻的那些社區 就是他們 那個去幫他採 不帶一點葉子 然後處理那些 把那些葉子空乾 弄成 可以像布這樣的一個 那個狀態的這些工作的人 他都可以有比較好的收入 所以他就 他就是他的領域 那他這個企業 他也是 想要做成社會企業 就是 這東西他就是為了那個 社區 他並不是要讓他自己的這個企業 都賺錢 這是我在菲律賓認識的 然後 沒有認識太多了 你就 講完就回來 看主席好高 然後 後來我就 最近一次就是去巴西 那巴西當然就是說 最主要目的是去採訪 那個永續巴南高貴 那永續巴南高貴就是 很多 高來高去的那個 綠色經濟的政策 那等一下可以再講 那主要是說 我在 在那邊看到人民的 民間團體的集會的時候 也看到 也有一些 巴西有一些團體在做 轉型成政人運動 就是 全地區 network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 他們在巴西 有一些人在巴西 跟進這個運動 所以我就覺得 原來不只在運動 就是在巴西 我也看到 然後就 就跟著他們去採訪 去看他們經營店 那這是我去聖保羅 就是 就是 那個 那邊的團體給我的 一個 簡報檔心的照片 就是 那 簡單來講 就是說 那邊的轉型成政呢 也是在做類似的事情 然後 譬如說 他們會辦聚會 去分享 他們所做的東西 然後 盡量去 就是 說 恢復 恢復生活性 不是 你生活上的裝飾 不是 喔 生活上需要用 盡量都是 手作去做到 然後 這個是 為了凝聚社區的象星呢 他也要 運用一些藝術的手法 所以像這個 今天這個 黑人 還有這個 右下角 都是藝術家 然後 他們就在社區裡面做一些 綠 那個 除了 就是 他不是 藝術家去 那邊就 逛逛 的 像在 以前 有一些藝術家在 鋪港 做一些 裝飾藝術就被人家放 就是 脫離 脫離當地的邁路 那這比較 沒有 就是因為 這些藝術家就是 本來就是在那些社區 那 這個社區 所以相對於他是在聖保羅的教訓 就是比較 然後是比較 貧窮的地方 那這些 藝術家就在那裡長大 他比較 知道說 當地的 居民 比較喜歡什麼 然後他也透過 一些 運用自己的專長 譬如說這個人他會舞蹈 然後就在社區裡面辦一些 然後找小朋友去 就是 讓小朋友去那邊 學舞蹈 然後也有的人就是 小朋友去那邊學 鬼話 然後又用這樣 凝聚社區的一些 知識 然後呢 在學校裡面的 他也成功說服學校去做 校園的財務 然後再讓同學 讓學生自己去種菜 然後收成就是 自己去那個 廚房裡面 然後他們也推廣那個 就是 除了就是 環保面 就是 物質面的環保以外 他們也 在巴西這個轉型城鎮 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我還沒有研究出來 但沒有了解很清楚 但是他就是 我常可以看到他跟蓋亞 那個 靈修的團體結合 就是裡面 他們的轉型 這個理念呢 有一部分是想要透過 心靈的 心靈的成長來完成 所以他們 你看他們會蓋 類似這樣一個 就是在 那個 有興趣做的 研修的成員 就在裡面做一些研修 那這是一些手工藝 對肥的工作坊 活動 對 剛剛想到 想要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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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忘了跟你們 跟你們分享 像那個 那個 同事 2011年去英國的時候 他們也去到一個 深泰村 你們搜尋一下 就是 現在沒有上 但是在第二頁第三頁 比較早得到 因為他們去到一個 深泰村 那個深泰村叫 深泰村 也是說 那個村 除了就是 會做一些轉型 他們也是強調 所以說 我有看到一些例子 就是 大家在強調就是 生活環保之外 也要配合 心靈上的成長 然後利用 不曉得那個是 怎麼樣的感覺 不是那個氣氛是怎樣 因為我沒有直接在那邊 台灣我也比較沒有接觸到 但是我是看到有一些這樣的例子 那在聖保羅也是短暫的聽 也是看到一些他們這樣的例子 然後另外也訪問到時候 在巴西也有一些農民在做 一個 秀明自然農法 大家知道 那個秀明自然農法 有一些同學有聽過 還有一些 那秀明自然農法 是從日本傳來的 他源自於那個 神職秀明會 這樣的一個 國教分支集中 那神職秀明會 他就是強調說 嗯 就是 人呢 要 要 美學上要 有 好的 這個美學的環境 以外呢 就是吃 還有 有 吃的東西也要很乾淨 所以他就根據這個 哲學裡面去發展出一套他們自己的農法 那他們這個農法當然是比較是自然 然後跟 一般所認知的有機農耕方式也比較不一樣是說 他們是強調都要回歸自然 所以像 他們認為說 像現代的土地跟人性一樣是承載太多 已經承載過度的物質了 所以就是 譬如說他們會拿農曆的樣子去採樣去檢測 所以發現說 即使你不施肥啊 其實裡面也都蛋餅甲肥都不夠 甚至 那個農改廠都會禁止說 不要再施肥 那所以 但是很多有機 有機農民就是說 一般的有機農者是還是會施的 施那個有機的堆 那 因為有機農民還是要強調說 這樣子 不夠的蛋餅甲 才有辦法把作物的產量摧出來 那修移自然農馬就沒有 他就是比較 強調完全的自然 要讓這個土地進化 所以他們連有機的堆背都不弄 然後也不弄生物房子 就是強調是 他們是強調自己獄種自己採種 然後 讓這個 可能你第一代的這個 作物長不好 但是 能夠留下來的種子而已 經過很期待 種植下去 這個 留下來的種子是最適合這個土地 就可以不用靠施肥 也不用靠生物房子 他就可以活得很好 那在巴西呢 我就有遇到 巴西的秀民自然農馬 去推翻的 那當然 這個 這樣的東西也是因為 很多日本 巴西很多日本僑民 他們在 我學習到這樣的東西 就在巴西 那他們也是 利用這樣的方式去 去做 想辦法做 有經濟規模的東西 譬如說 一方面 他們也做推廣 跟學校結合 讓小學生去 在河灘地 或是說 比較 或比較不穩的地方 去做一些作物 去做水 利用這些東西 做水土房子 然後 也讓小朋友做一些教育 自然農法的 然後另外一方面 就是在一些女 就有一些人做 自然農法的咖啡 可可 還有 一些經濟作物 還有一些經濟的網子 大概主要還是咖啡 不過就是說 目前為止 在巴西的秀民自然農法 都還沒有 在商業上的成功 所以沒辦法 收成很多 他們只能夠 他們現在收成的量子 夠說 賣給 賣回去給日本 那日本有那個 秀民自然農法 協會的總部 就是有很多 很多人 他們會接待很多 客 所以就是 賣給那個總部 使用 那這樣子 就是說 還沒有辦法 達到經濟的 但是可以看到說 他們有在做一些 小規模的測試 那 再來我就去到 那個 雨林 那在雨林 這 不曉得有沒有 同學聽過 文姿你聽過嗎 這部分 文姿聽過 那 對對對沒關係 哈哈 主要是 為什麼要去呢 就是說 比如說 在 巴西雨林 有一個 亞馬遜的支流 叫做 星谷河 它現在正在蓋 世界第三大的水壩 它是水利發電水壩 那 我就想說 已經到 巴西了 就應該 也要去那邊看 那主要 其實也有一些 台灣的環保 我早就關心過 這個開發案 這是那個 去年 綠黨 去年綠黨 跟一些 關心巴西的平均團體 就是 自己 自己就去那個 巴西的代表處 前面 抗議 那 那顆地球 有沒有 那顆地球 九一大遊行 我就頂每顆球 是嗎 呵呵呵 我跟產權姐 就是這個道具 可以延續 因為它虛然拿到 它的地球 沒有沒有 這是對巴西代表處 台北 這個畫的一樣耶 喔 這是在台北的巴西代表處 喔 那 這個 美三水壩 這個新進案的就是 這個世界第三大水壩 叫美三水壩 它開發已經很久 我們看這個是 1989年的照片 就是從那個時代 就一直抗爭到現代 現在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 官員去 原住民的 村莊去辦 城市去辦說明會 然後那個長老就是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表達他 那這是他們的機會 rear 那到現在呢 那到現在呢 就是 正門 适yer